原标题 孙丽晒全家和照 都妹和爸爸姐姐自拍忘记把自己照进去 那11月29日晚上 孙丽晒出了一组照片 照片里她的丈夫黄磊和两个女儿 趴在床上挽起了自拍 黄磊小女儿拿着手机和姐姐 多多还有爸爸一起 但从手机里拍出来的样子可以看到 多妹只是把姐姐和爸爸装进了照片里 而自己却没有照到 孙丽经常把自己和黄磊 多多和多妹还有最小的儿子晒到网上 和网友分享自己的生活 粉丝看到他们一家人幸福的样子 也都表示很治愈 如今12岁的多多越长越好看 小女儿多妹只有4岁 但长相丝毫不输给姐姐 有粉丝说 本来以为多多已经很漂亮了 没想到多多妹妹更好看 多多长得像妈妈 多妹的眉眼和爸爸很像 父母都是高颜值 孩子也不会长得很难看 黄磊大女儿更是不仅长得好看 还有很多出色的特长 表演舞台剧 弹钢琴 画画 多多作为姐姐 也一直带着多妹玩她们长长合照 多妹还抱着姐姐的大腿 显得特别亲密 多妹在姐姐多多面前是小妹妹 爱撒娇 但是在弟弟面前 她又有着大姐姐的样子 喜欢到弟弟开心 弟弟看到 她也会笑得很开心 孙丽自从生孩子之后 就很少出现在荧幕上 专心在家带孩子 还是在黄磊带女儿参加爸爸去哪之后 她才为观众所熟知 过去作为演员孙丽 也有过深入人心的角色 但这些角色都没让她大火 比如胡德和刘亦菲主演的《仙剑机侠传》 中她饰演的女娲后裔林青 就是比较经典的角色 但也并没有让她跻身一线 她与黄磊从大学就开始恋爱 一直到现在 他们夫妻的感情都非常好 黄磊主外 孙丽主内 她为了家庭和爱情 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但能看得出来她很幸福 除了晒几个孩子 她也会时不时撒狗粮 她和黄磊也会赶着栖栖的时候 和赵秀恩爱 在丈夫认真写剧本的时候 她也会在一边陪同 黄磊也经常给他们母女拍美美的照片 随着孩子越长越大